监控记录显示,在潮湖东火车站内,一名旅客正带着两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排队进站。 在家长取证件准备过安检时,其中的一名男童走到安检仪边,用手触摸安检仪的传送带。 在传送带的运转力下,孩子突然向前趴下,直接被传送带带着向前。 眼看着孩子就要被卷进机器中,正在旁边直前的民警看到,赶紧上前把孩子抱了下来。 这个时候,家长还正在旁边验票,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危险之间。 直到民警将孩子救下,家长才反应过来,赶紧接过孩子。 而此时,穿粉色衣服的小孩也效仿着上前趴到安检仪上,幸亏被家长及时拉到了一边,遇免了危险。 因为它这个存在里面,它是密闭不透光的,所以如果小朋友在里面,他可能会因为恐惧, 然后再次的还会挣扎,会想要起身。如果船长还在运转的话,就能会发生再次生亏。 而且船长在它的边缘是有东西的,可能会夹到小孩。 铁路警方提醒,家长在带孩子乘火车出行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随时看护好自己的孩子。 特别是在经过安检仪、电动扶梯、炸机和站台等这几个重点区域时,更要多加小心,防止意外发生。 很好。 谢谢 Deus。 谢谢大家